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先的军事力量提供高存活性 全球范围的 安全的 受保护的和抗干扰的通信 图为美军通信卫星在平稳升空后 携带AEHF4的宇宙生物火箭借助五个捆绑式助推器 将这颗微信送入初始轨道 如果一切顺利 该火箭将在发射升空约三个半小时后 再距地球约2.23万英里和35888公里的最终地球同步轨道上部署AEHF4 位于洛杉矶的空军航天与导弹中心的马修格斯 稍小在AEHF自发事后发表评论说 AEHF的任务是卫军方的地面 海上和空中高优先级平台 提供高存活性的通信保护 它还使美国总统合作战指挥官能够在战争的各个层面 和冲突的各个阶段控制战术和战略力量 报道称 由洛克 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AEHF4是有颗造价18亿美元的同性卫星 旨在帮助替换美军老化的军事线卫星系统 正如其明朝所示 AEHF4是该系列中的第四颗卫星 2010年 美国发射了第一颗AEHF卫星 歌词说 我们刚刚在地面发射 AEHF4将是AEHF系统全面部署的一部分 他还说 AEHF5目前计划于2019年7月发射上空 美国国防部在AEHF项目中有好几个合作伙伴 他们包括英国 荷兰和加拿大军防 歌词还说 美国官员也在与澳大利亚国防部 就现在的伙伴关系进行谈判 今天AEHF4的发射是Ulet的第131次发射 也是为美国空军的第50次发射 Ulet的下一个任务将是为美国国家侦察局发射 秘密间谍卫星NOL71 该任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 在加利福尼亚州半登堡空军基地启动 便一屋没用 在加利福尼亚州半登堡空军基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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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